好了 各位同学 大海老师又要再问你一句了 休息好了没有 休息好了 为什么要特意问这一句呢 因为接下来我们的历流和历期这两道题目 要用到的就是要学习的 就是我们组合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了 就像我们在排列当中会学到两个独有的方法 捆绑法和插红法一样 在我们的组合当中也会有一类非常重要的方法 也是我们这节课要新学习的 所以接下来请各位同学一定要拿精神 跟大海老师解决这一类方法是如何来使用的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道小题 以它为例来讲解一下 把十个相同的球放入三个不同的盒子里 要求每个盒子里面至少有一个球 有多少种方法 那我现在有十个球 六七八九四 对吧 我们一共有这样的十个球 现在呢要把它放到三个不同的盒子里面去 要求每个盒子里面至少有一个球 有多少种方法 那小佳你想怎么做呢 比如说第一个盒子放脸 第一个盒子放脸 第二个盒子也放脸 第二个盒子也放脸 剩下都给第三个盒子 OK 这是一种方法 对不对 OK 却没有问题 完了呢 第一个盒子放三 第一个盒子放三 第二个盒子放四个 第二个盒子放四个 然后第三个盒子放三 对吧 OK 我这也分完了 对不对 这又是一种 那完了呢 第一个盒子放脸 第一个盒子放脸 第二个盒子放五个 第二个盒子放五个 然后第三个盒子放三 完了呢 对对再来 那是不是 就这样子一个一个研究下去 这个 同学们 我反正无语了 是吧 换句话说 你觉得这方法合适吗 这倒是真正的美举法 是吧 我一类一类情况去 我一个情况一个情况去分 然后每一种情况 我把它数出来就可以了 那 同学们 就算真的要用美举法来做 那能不能采用加加这种方式 太乱了吧 对不对 完全是想到哪就是哪 对不对 太随心所欲了吧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不对 那我们说 美举最重要的是别有顺序吧 这是我们做技术当中 最为重要的一个要求 对不对 那就算我只要用美举法做 那你也应该有顺序 慢慢来嘛 对不对 那像加这个样子 太不像话了 对不对 好了 那咱们先不说这个了 那也就是说这套题 大家想一想 美举法可以 但是 那这肯定不是咱们要新学的方法 说组合里面新学的方法 美举法 对吧 也太丢人了 而且呢 我们发现这套题美举法做 还是蛮复杂的 对吧 十个球你分成三部分 就挺多用选择了 还是那句话 你有推广性吗 比如说 我要是把一百个球放呢 嗯 我要是把一千个球 放进一百个盒子里呢 要求每个盒子 少有一个 你就想一想 是不是就叫不含而栗吧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这个方法肯定并不适合于 我们这类题目 或者并不具有推广性和代表性 那么我们来想一想 那用什么办法做 可以变得轻而易举呢 哎 同学们来看一下 虽然呢 加加的这个做法呢 非常乱 是吧 没有什么可太多的参考价值 但是有一点 还是蛮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你来看 加加给的办法 是不是就是我第一个盒子 放几个第二盒子 放几个吧 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 是不是那这儿放了条线 这儿是不是画了条线 然后我是不是就把这十个球 分成了三锅 然后每一个放给 分成了三部分 每一部分放到一个对应的盒子里 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这是一种 然后你看第二种加加 是不是又给出了一个方法 你发现 是不是也是插两道杠吧 对不对 然后分成了三部分 然后分别分给三个盒子 第三种是不是也是 也就是说 无论加加采取什么样的 这种技术的方法 对不对 或者他采取怎么样的这种标准 他是不是每一种在做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把这十个球 插了两个小棍 对吧 插了两个杠 然后是不是把这个小球 分成了三部分吧 对不对 那大家来看 这种方法和这种方法 还有这种方法 很明显 在这边让大家能看得出来 是三种不同的方法吧 那大家来看 这三种不同方法的主要原因 你看 是不是我第一种方法 两个杠是不是插在这 对 第二种方法 两道杠是不是放在这 不是这个两道杠 第三种 是不是这个两道杠放在这 那也就是说 当我把两道杠插进去之后 我这十个球 是不是就分成了三部分 对 然后我放到三个盒子里面 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方法了 那我再插住两个不同位置上的两道杠的话 是不是又是一种方法 那就意味着 我最后的这个方法 是不是就取决于 我的这个两道杠 有多少种不同的插法吧 对不对 我每一种插法 对应的是不是就是一个方法吧 对不对 我每插完两道杠 是不是就分 把这十个小球分成了三部分 是不是就分给了三个盒子 我一种分法 是不是就搞定了吧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 这道题目的主要任务 我是不是就转化成了 我在这十个小球当中插这两道杠 我有多少种不同的插法吧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首先来看几个问题 这几个问题解决了 这个方法你就知道了 第一个 我的这两道杠能插在哪呢 我能不能插在这 不行 你把小球提吧 这肯定不行 对不对 谁喜欢要半个 那只能插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呢 很好 是不是这些小球的间隙吧 间隔空里面 对不对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能不能把一道杠插在这 这不有个间隙吗 对不对 插在这的话 比如说假设我一个插在这 一个插在这 那第一个盒子 相当于是不是就有零个小球了 是不是就不可以了 对 所以两端 我是我不能插的吧 那下一个 我能不能把两道杠 都插在同一个空隙里面 也不行 那相当于是不是 还有一个盒子装的是零个小球 也不符合提供要求吧 对 那最后一个同学们 比如说我现在想把两道杠插在这两个位置 我先插这个杠 再插这个杠 跟我交换过来 先放在这 再放在这 一样 分出来的情况是一样的 对 所以不需要考虑顺序 好了同学们 种种的问题解决了之后 那这要题的结果就能出来了 现在我的任务 是不是就是把两道杠插到空隙里吧 十个小球不算两端 应该只有几个空隙 九个 九个空隙 插两道杠 而且不考虑顺序 那就应该是 九二 非常好 费九二 OK 那么我们这样的结果就出来了 三十六 明白了吗 给同学 是不是下变得很简单了吧 那像我刚才说的那个 一百一千个小球分给一百个盒子 每个盒子至少有一个 虽然算起来数挺大 但是至少这个劣势 我说我马上就不会觉得很困扰了吧 我能够第一时间 是不是给出最终的结果 那我想想一百个小球 一千个小球分到一百个盒子里面 一千个小球是不是应该有九百九十九个空 那接下来想一想把它分成一百个部分 只要插多少杠就可以了呢 九十九个杠 是不是就是C999 虽然很大的计算量 但是至少这个式子 我是不是可以立马就给出来了 OK那同学们 这就是我们在组合当中 需要新学习和了解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呢 咱给它起个名 不叫两刀杠法 是吧 那万一插三个杠怎么办 八个杠怎么办 咱们把它起名叫做隔板法 相当于就是插两板子吧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解题过程 在十个小球的九个空当中 选出两个插进去一块板 就把这十个球分成了三部分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每部分都有球 所以只共有追求二种方法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隔板法 把相同的物品放在不同的位置 或者分给不同的人 那么什么样的题目可以用到隔板法来做 或者满足什么的特征 才能用隔板法来做呢 有这样的几点要求 第一个一定是分相同的物品 或者是顺序固定的不同物品 第二个怎么回事 别着急 待会咱们找题 你马上就能知道 第二个一定是放在不同的位置 或者分给不同的人 第三个一定是要求每个位置 或者每个人至少别有一个 那么满足了这三个特征 我们就完全可以采取隔板法的方式来做了 好 各位同学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新学习的隔板法 你听明白了吗 好 那接下来咱们再看两道题 巩固一下 第二小问 家家有十块糖 每天至少吃一块 五天吃完 有多少种不同的吃法 对吧 当然这十块糖是一样的了 那相当于十块糖就十个小球吧 曾五天吃完 是不是就放到五个小盒子里 然后每个盒子至少别有一个 十块糖应该有九个空 然后分成五部分 那应该差四个板 对不对 那就应该是C94 是不是就可以了 看多么简单 OK 最后答案 C94 126种 好了 马上就来下一个问 一个电视台播放一部12集的电视剧 五天播完 每天至少播一集 多少种不错的方法 还记得刚才说的那个隔板法的特征吗 分相同物品 像第二 第二问是不是相同物品 或者是顺序固定的不同物品 比如说你看这样的题 我要放的是一部12集的电视剧 你不可能12集每一集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吧 那谁还看呢 对不对该投诉了 所以这12集每一集的是不是都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也是12个不同的物品吧 但是这12集的顺序是不是固定了 对 你是不是只能先放第一集 再放第二集 再放第三集 你不能倒过来放吧 说我今天先放第一集 第二天心情不好 放最后一集 第三天心情好了 我再放第五集 那谁看这电视剧 看疯了 对不对 那这就是我们说的典型的叫做顺序固定的不同物品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做法就跟我们的这个隔板法是一样的 12个电视剧 而不是12集电视剧 分成五天播完 是否想能放到五个盒子里面去 12集有多少个空 11个 很好 分成五部分应该差四个板 C114 那最后的结果就应该是三百三十种不同的方法 好了 各位同学 那么例六我们重点来介绍的就是组合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那就是隔板法 你